投資新世代 早安 我見到你們的行業最近下調了今年香港經濟的增長預測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講你們下調的幅度和依據呢 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見到香港經濟情況大致上都挺穩定 我們初時的經濟增長預測是3% 去到一月初我們見到已經開始有一些落單的情況 取消萬事堂食的情況 我們已經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測去到2.4% 我們暫時最樂觀的預測就是 我們第一季可以解決到或者大致受控的疫情 去到第二季我們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逐步開關的話 我們還可以有2.4%經濟增長預測的 但是如果我們那個疫情是去到第二季都未受控 我們開關是准一步延遲的話 我們會不排除再下調我們經濟增長預測 去到可能1.7%甚至1.1%左右的水平 我們就來找一個排砦區 我們要來找個案 可以去到達第4季 然後我們要開始 開始了 感谢观看